今天凌晨,在西甲第三轮一场塞维利亚德比中,替补出场的老将华金打进制胜球,帮助皇家贝蒂斯主场1比0击败塞维利亚, 同时他也成为21世纪以来在塞维利亚德比中进球的年龄最大球员37岁43天,华金出生于1981年,2001-02赛季首次代表皇家贝蒂斯参加西甲,凭借在西甲联赛中的出色表现,他获得了时任西班牙国家队主帅卡马乔的青睐,并且入选了2002年世界杯西班牙国家队大名单, 从世界杯回到西甲后,贝蒂斯迅速与华金签订了续约到2010年的新合同,新合同的毁约金高达6000万欧元,2004-05赛季,是华金逐渐成熟的一年,那个赛季虽然他在西甲联赛只打进5球,但送出过15次助攻,排在西甲助攻榜的第二位, 在那一个赛季,他代表皇家贝蒂斯与巴萨一战中,完成梅开二度,到如今时隔12年再度代表贝蒂斯在西甲联赛完成梅开二度,同时他成功帮助贝蒂斯获得联赛第四,进军欧冠联赛,离开贝蒂斯后, 华金先后效力过瓦伦西亚、马拉加和佛罗伦萨三支球队,2015年8月31日,34岁的华金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同,回到了他效力的第一家俱乐部,皇家贝蒂斯,在国家队层面,华金的首次西班牙国家队,的比赛,是在2002年2月13日,在巴塞罗那与葡萄牙的友谊赛,在2002年的海日,世界杯中, 华金在与韩国的四分之一的比赛中制造了争议,比赛尾声华金助攻莫伦特斯攻入绝杀进球,却被当时主催吹罚越位,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西班牙西败韩国,华金总共为西班牙出场51次,有4例进球,随着再次在比赛中绝杀,也让人们想起了巅峰时期的华金,边陆西里的过人和优雅的突破,是他留个人们最美好的回忆。 回归皇家贝蒂斯,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,已经到了职业生涯。 华金还在为皇家贝蒂斯贡献自己最后的能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